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子更新 然后这段时间比较忙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账号 更新的不是很给力 哪不像一开始更新的时候那个样子 简单说一下我最近在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第一 我最近的活不像上个月很空 突然间忙起来了 就像前面一段时间 所以前面一段时间经常熬夜啊 然后干活 然后之前我觉得实在有点 就跟得太不平反了嘛 然后我中间跟了一条这个片子 跟了这个片子之后 大家觉得我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啊 发现我好像之前达芬奇有点白做的感觉啊 呃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 就麻烦一点 就考虑受众 我就从导塑财 然后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那个地方是干嘛的 然后讲到剪辑 然后讲到调色讲 那带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一直 啊 因为我种了很多啊 包括 最近也搞了那个 广州 广州的朋友做了一次线亚课 然后我和老根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 呃 思路啊 就那几大个啊 就你讲完之后 该不会的还不会 那很多人他就 呃 嗯 我一级调色 再再二级调色 那一级调色里面又反差饱和度 然后那个 呃 控制好之后 你才能做下一步 然后再把一些该有的色 色色像啊 就调到正常色像 啊 实播机怎么看怎么看 那大家好像都能知道 但是一上手就不会了 那主要卡的点是什么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呃 不知道自己的画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往哪个地方偏 啊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就是 呃 大家好像不知道自己的画面 不是白的里面跑了点青蓝 或者是呃 黑的里面放了点红这种 看不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没法教了 啊 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 嗯 所以 今天主要来问大家一下 大家想看什么样的内容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 我把我昨天 啊不 前几天这个节点 再拆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 顺便再调一个快速小清新 啊 思路很容易 但是 我觉得 呃 比如说有一千个人听 我觉得可能只有十个人最后能调成 那个样子 我目前是感觉是这个样子 啊 但是确实 呃 高强度的长期的练习 啊 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 你做的片子会越来越不一样 啊 就是 呃 接下来我想跟耿书这样做 就是我们在群里面不断的去发调色练习 然后 然后大家去发B站 呃 如果说你能坚持下来一个月的话 我相信 你再回头看你第一天的调色 然后你再看到你第十天第二十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明显不一样 好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目的啊 呃 线上就关于线上 那因为我们太多东西是跟着 比如说套老师叫的 所以太多东西其实你不方便直接 讲出来 这个对行业不好 那再跟大家先说一下 所以我觉得我跟老狗就是说一些 我们觉得可以说的啊不要破坏到别人的核心的一些 大的一些点啊 不然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作业内容也很危险啊 有的内容其实不能做 就那么简单 啊你们也别以为 一百样的可以在网上说 那就算你做的太好 以后有人骂你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透 想学的啊 就知识付费 就这个样子 好了 那虽然这样说啊 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啊 包括你们在群里面可以问我啊 那些讨厌拉群的朋友们就不要在拉群 就在群里面 有的时候你可以在群里面问我 其实我们都会直接说的 那针对一个这画面 我们来反敲 还是正敲吧 那我们来正敲 好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我这套节点 刚才是什么 那我第一步做的是反差 那我是三个节点一块玩的 怎么玩呢 就是先把它的对部拉开 那我们可以用对部轴心工具 然后把它的一个反差给做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反差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视频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要的一个反差 那不管你觉得有没有触底 这是我要的一个反差 然后我同时 同时在前面创立了两个节点 对颜色进行了一个修正 那这个是修正色平衡 大家可以看到头发上的一些颜色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想往这个蓝稍微走一点点 虽然我觉得 其实原来的这个头发也挺好看 但是我想让色平衡更加拉得开一点 好 然后看一下 这个就是加了一些饱和度 那下也没什么 那后面一个是 做了一个遮罩 大家看一下 我主要是对哪个部方 就对于皮肤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观察这个皮肤这个地方 会发现 其实脸部会有一些 呃 白 啊 有些青蓝 那这个遮罩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用 那原因是因为 我其实想为后面服务 后面这个就是 我想去做一些偏色 那做偏色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量图 我做偏色的时候 我直接的推了高光 啊 然后把 啊 中间到往回推了一点 一点点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实量图的一个差别 那 推了这个颜色之后啊 我会发现 哎 呃 这个蓝了 对吧 啊 有的朋友会说喜欢啊 不不不 这个肯定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啊 我们需要对 整个画面 的白 啊 再做一个修正 所以我在这个节点上 对我的白 选区 啊 然后 往回拉了一点 我把我搞过往回拉了一点 然后就是 做了一个 这个节点我做了什么呀 那我自己都忘了 做了一个小调整 啊 刚刚小小调整了一下 这里是没做节点啊 这第八个节点 可以可以删掉 好 大家看我这个做了什么啊 这个主要是提亮了一下产品这个部分啊 这个一般其实用不到 但是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视觉中心的地方 就是你想突出哪个点 你就在那个地方加这照啊 这个地方我先删掉一下啊 十一节点没做什么 这是我手快啊 平时想新建这个节点 这是一个思路想的 呃 节点问题 所以有些节点我是不用 好 然后就是快速小清新啊 快速小清新这样一拉就是快速小清新 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节点 哎 那这样的一个小清新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要圆壁你的圆画面啊 有质感的多啊 用反差拉出来 我们再调到整个分量图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不平的啊 只是你要做一级调色的时候 一级调色的时候需要需要平 好了 然后最后我做了一个 我看一下我最后就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好 我最后要稀了一下那个 我好像最后做了一个中间调细节 对 我最后做了一个中间调细节 那我把这种画面变柔了一点 其实这个这个也是不需要 这只是让画面更柔和啊 我不需要那么多细节 因为这边有点糙 我当时觉得啊 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快速调小清新啊 因为这个当你一个调子订完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哎 很多调子就一瞬间就回来了 就很快就快 那这种都是直接拍过来的 那这是不是一些节点的好处 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之前的一个发光运用 那因为有一个猫的树的一个片子 然后大家其实很喜欢 呃 还是一样的跟大家做一下 因为我我觉得啊 我就是每次说话的时候啊 调颜色的时候 不带劲 他说做的不太好 嗯 一级还原 大家可以用到的工具有对比度轴心 或者是三个色轮 都可以啊 但是还原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看一下这里 对于试波器来说啊 如果我们调到波形图 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哎 这样对吧 这样 这样 然后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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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做出来的一个影调 其实有不一样的成分 那比方说我现在调成黑白 那这个影调其实还是偏灰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怎么做 我相信很多部分就有 中文会压下去 对吧 中文会压下去 压下去 好 当你压下去之后 那暗部不要触底 那抬上来点 那这个是他们做的比较重的影调 好 那其实除了这种方法 就做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还有个方法就是 大家可以先化约一下 为什么电脑变那么卡 那录屏 这样有点卡 好 现在好了 我们试一下对比度轴心工具 那当大家把对比度拉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哎 你感觉一下又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轴心 好像偏移的角度 感觉不一样 这个就是对比度轴心工具的一个运用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自己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调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并不是说 哎 这里动动色轮就可以了 其实下面 对比度也是可以动 包括 如果你 呃 会拉曲线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也可以用曲线来做这个事情 反应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对曲线的映射 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反差 你一旦调完之后 他把一次弄出来 对于这个画面 我觉得 呃 饱和度可能有点高 他感受到没有宝度会有点高 所以我同时在这个节点 我去削一点饱和 那让他呈现一种低饱和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选一下针 然后我们选到这一针 反差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下做一点 对于这一针来说 只针对于这一针 所以这个时候我动一下 整个偏移工具 把它沉下来 然后大家看着自己的画面 其实不用太沉 因为这个画面其实有一部分是冲广 那这个 这一针要是可以浮一点起来 那是可以就会定起来的 像那个猫的树那种风格一样 那然后在后面这个节点 那一起完结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衣服和头发 如果衣服和头发不是自己想要的颜色的话 那大家可以在后面调整这个节点 那对于这边呢 我想要调整的节点 每一个是我想减弱一些红色的保护度 这边有镜头的炫光 我看到了一些关于红色的一些保护度 我看一下能不能选到这一块 好选到这一块我就不细做了 然后主要对这一块保护度降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自己啊 我自己想操作的其实对于这个画面 只有这个后面的这个树了 做树的情况下 我用一个快一点的方法 就是色相保护度工具 点到这块色相 然后连到旁边 尽量不让它扯得太厉害 我们把黄色旧部分的保护度往上提一点 好同时大家看一下其他保护度 其实除非在衣服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淡淡的紫 我们可以稍微往下拉一点 好了 那其实这个画面那基本上是已经 打掉自己电话了 那之后我只需要去做一些渲染就可以了 比方说跟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在最后加一部快速小星星 和发光工具 它叫发光工具 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和好用的一个工具 看一下我们在这边选择发光 然后选择吸管 点到我们要的天空 如果它没有显示的话 我觉得天空这个时候是有点泛尘光的 所以我这边把明度提高一点 然后让它微微的泛尘 然后点确定 好这个时候我们加大 这时候没有日矩的感觉 因为这个画面其实要修正的地方不多 同时不带有肤色 所以其实步骤可以少一点 那并不是说节点越多越厉害 然后窗口越多越厉害 这边是画面了 减少画面的对比度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会有点夹夹的 然后再去控制 控制 选到大家喜欢的那个感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边保护都低 只是因为是有点远偏的一些关系 因为本身这边就没什么颜色 所以就选择把这边直接压掉 飘过来的时候 这段是不能用 这段不能用 这段原片呢 也可以用 但是得用另外一种调色风格了 它的背景不是我们强调的黄颜色 包括这边已经被严重的染色 所以调色的时候 它还是要去看 看同一个画面就算调好看 那后面会有问题 对吧 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大家剪辑完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自己会用到自己旅拍视频的哪一针 去调色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 这个只是针对于这个画面 就是光这一个画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调法 那比方说我们随便拍出来有点问题 拍一下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颜色在这边 对吧 又不一样 那好像这个还没有我们自己做到一个好看 还是看这边吧 然后我们可以对画面减强点对度 或者是增加点锐度 小技巧就是如果你在视频网站上面 传的是1080给手机看的话 我不妨让大家去把你的画面调成你手机全屏的大小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我调成了手机的那种大小 比方说那么大 我在这个大小下在电脑上去看 你再去动锐度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很快速的 让一些别人用手机看的朋友会觉得 你画面很清晰的一个办法 那虽然如果你用全屏观看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画面的劣质的一些感觉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播放平台的关系 如果你用手机看 你会觉得这个画面特别锐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边 那其实我觉得短视频有好处 短视频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学到知识 但是我觉得视频还是放长一点会比较好 毕竟我当时不做抖音做B站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些粘稠度 粉丝粘稠度 还有点就是因为 然后最后就跟大家说 如果说你有什么想看的 你就多留言 不然你们所关注的UP主 每天就会活在那些弹幕钢筋的留言里面 很正常 因为正常人一般不喜欢留言 结果就每天只看到不正常的人留言 导致自己觉得 我做的内容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是不是该不该做 都说不做就不做了 反正少一个钢筋是一个 所以正常人 大家都留言 不留言 那就意味着你也不想看 包括我自己粉丝群是 我粉丝群有的时候会发 大部分情况就是 你问我就给 你不问我也不给 没有人会整天盯在你后面 会问你 这个我给你弄啊 没 这个是做了一个 W两个世界的那个颜色 有点模仿 W两个世界的那种 蓝和红 它其实也是用到 达芬奇里面的一个蓝字 很好用 颜色也很像 就像那种 有了韩剧里面的那个颜色 好了 那本集可以进到这边